5G的這個網速跟頻寬 都會比現在的4G到快上 可能你無法想上的速度 看單一是 我感覺我還在當時 單一是完全珍惜情勢 這個對回憶生活上的運動上來說 就是更迷你整頓 開始用即時引擎 已經做Game的這種遊戲引擎來製作 而且它的畫面已經到達電影水準 不管是VR的設備、AR的設備 甚至MR的設備 這些設備加上這些快速的預算跟資料 幫你帶進了一個新的體驗的程式 大家已經看到玩了電玩遊戲的時候 都會發現現在電玩遊戲裡面的容量 怎麼都越來越真實呢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科技 最後你一定要有市場 除了技術以外 你一定要顧慮到人 你用非常好的技術 但是如果你的腳本不好 劇本不好 也是忘了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講者 我們再次感謝 你的府場 那些時候 我覺得你還可以 看你 感谢观看